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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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好,我是九妹 我今天就到果园里面 把那些長得太多 而且没有不够营养供给它 都想死了 我今天就把它叫活回来 要不然明年就没得长了 妈妈 小六 在这里钓鱼 老爸呢 在那边除草 小心点 这小家伙偷懒 在这里偷偷的钓鱼 炒得不出去 这个是物干 要到春节的时候才能吃的 你没看 看它长黄了 其实还不够熟的 就是这一颗了 这个原因就是不够营养 才会把这个根拉死了 现在我就把它剪掉 才能救护它 所以这个水果不可烧的 就这样把这些水果剪出来 只能四三一样 要果就没了根 现在我先救根 明天还可以炸 是不是觉得好可惜呢 现在这个好酸的 还不能吃 其实我觉得好可惜的 但是没办法 再不剪 连根都没得长了 剪好了 就这样几点 就这样几点 明天春天 它就会把那个新增的叶子 长出来了 就这样可以救护这颗 肉干了 我到那边看看 这里也有一颗 这里也有一颗 好可惜 这颗树 就是以前年种的 放到太角 给它伤水果了 它就没有这么大的承受能力 所以把它这个根已经拉伤了 好可惜 你看 如果给它这样长大的话 有20多30斤水果的 你们看这些水果 长得那么丰盛 哈哈 其实我也不知道 掉了多少生死在这里了 哈哈 不会简简单单 就有水果收成的哦 我就到那边看看 还有没有拉伤的那些水果 都要把它剪掉 你看一下 这颗也是 把这个棍子都压弯了 我要回家 找东西过来 去抢它 要不然又浪费了一颗了 好可惜啊 哈哈 那我又先去干活了 喜欢准备的视频 记得点击按住 我们上期再见啦 拜拜 大家想了解酒妹最新鲜的土特产 就点击屏幕下方了解更多 和搜索淘宝 巧妇酒妹 试试大家的剧情与关注 我们下期再见